这是一支勇敢关掉滤镜的视频 这其实是我第一次购买makeup forever 的这个产品 之前我还一直以为这个产品是一个美国的品牌 然后直到后面我才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法国非常知名的专业的彩妆师和秀场 这些他们都会采用的一款美妆的一个品牌 创建这个品牌的这一位女士叫Danny Sands 她最开始创立这个品牌的初衷其实是为了满足一些专业人士化妆风格的一个需求 她的这个化妆产品的话有从传统古典到奢侈环绘这种各种彩妆的效果来定制研发的一些产品 1999年就是我们加入了就是LV集团 所以就提出了艺术生活化的概念 所以她也就慢慢的被很多的普通的普通民众这样子去接受 所以总体而言呢就是makeup forever这个品牌 在彩妆界是除一除二的这样的一个被专业化妆师彩妆师所认可的一个品牌 话不多说我们就请出今天我要测试的这两款底妆产品 那第一款呢是这一支是makeup forever的它的就是明星款的产品叫全新的霜用水粉霜 应该很多人其实都有听过这支水粉霜 那我买的这个色号呢是RR50 那它在官网上有非常多的色号 就是可以从欧美的那种非常白的透亮的皮肤一直到那种棕黑色的那种皮肤都有对应的一个色号 那我是在专柜试用之后呢其实当时专柜给我推荐的是会比它更深一点的色号 但是呢我后面强烈要求可以给我稍微更淡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色号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RR50也是就上牙白这样一个色号 应该大部分人其实我们都可以选择这个色号 那我们来看一下官网对于这个产品的一个介绍吧 因为水粉霜其实makeup forever它已经有很长时间推出这样的产品了 那目前它可能是有做了一些升级 它有提到就是说升级之后呢水感轻薄的同时加强了持久度和遮盖力 然后带来超乎以往水粉霜带来的水润裸妆的体验 然后全新的这款水粉霜呢是80%高含水的果冻粉底 所以它在官网上宣传的三个词来形容这款水粉霜的就是水润通透贴合肤色防水防唾妆 好我们接下来就会用它先来上我的就是这边的脸 先挤挤泵在手背上 然后在脸上轻轻的推开 我们用美妆蛋去推开它 因为是水质的所以还是非常好推开的 这边的脸上有好多的痘痘和痘印 就所以明显的看它是没有办法去遮盖掉的以及我的黑眼圈 但是上完妆明显发现这边的脸和另外一边的底透亮了很多 有没有 第二款名测的这个底妆呢就是也是Makeup Forever非常出名的一款明星产品 然后它就是丝绒无瑕持妆粉底 所以从这个名字就是大家也能看出就是它主打的是丝绒无瑕就能够遮毛孔 然后同时持妆久 我们来也看一看它的官网是怎么来介绍这款产品的 它可以做到12小时持妆然后防水 那这个是防水效果是和这个水粉霜一样的 然后同时呢它有隐秘瑕疵柔胶丝绒妆感 因为它蕴含了无瑕的微粉粒然后柔胶反射光线 然后隐移以瑕疵打造这种雾面的一个妆效 那第三点它有提到是雅而不厚就是是雅光效果 但是它没有那种很厚重的感觉 肤感透气上妆之后呢能够有轻盈透气的这种感觉 最后它有提到说肤感舒适 因为它里面有一种叫FlexiFit的一个柔韧复合体 就具体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就写的比较高大上 就觉得这个妆效会非常的自然 接下来呢就会用它把它上在我现在的这半边的脸上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对比 这款粉饼它是一个铁盒子的包装 它的粉铺有两面 我们现在用黑色这一面来上妆 白色的那一面呢它是用来补妆的 那黑色的这一面其实你只要就是沾了粉之后 往脸上轻轻的一压之后 它就能起到非常好的修饰毛孔的一个作用 在有斑点或瑕疵的地方用粉饼多蘸一点粉 二次按压就能起到很好的遮瑕的效果 并上完妆之后粉感还是非常重的 其实我已经有把这两边都已经上好妆 同时呢也快速的简单的换了眉毛 然后我画了一下眼影 然后涂了口红 那我们可以来就是对比来看一下 就是这两款底妆都是makeup forever的明星产品 我们先从就是它的这个遮瑕力来看一下 那遮瑕力那确实就像官网上这款水粉霜说到的一样 就是我不说你看出我化妆了吗 对我不说你一定没有看出来 就真的是水粉霜从遮瑕力来讲的话呢 因为它80%是含水的 然后所以它其实它的遮瑕力一定是没有粉饼的那种柔胶的效果的 遮瑕的这个效果好的 那所以一点的话如果是打分的话 我们以5分是最高分的话 水粉霜的它的这个遮瑕力我觉得只有1 但是粉底的话它可以做到 我觉得可以到4吧 就是如果是你有一些需要遮瑕的地方的话 你就是可以用这个粉饼再沾一点粉 就是再二次的按压一下 就是它真的可以起到遮瑕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一轮的话 遮瑕力角度的话分饼是甚至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光泽度 然后光泽度的话 我会觉得因为水粉霜它是主打的就是清透水润的这种效果 所以它在这个就是光泽度来讲的话 它一定是胜出的 这款粉底的话它主打的是一个柔胶的一个妆面的效果 是亚光的 所以如果是你是非常自然的这种肤色 然后你想要透出你肌肤本身非常好的底子的话呢 就非常推荐水粉霜 然后但是如果说你是想要亚光雾面的这样一个妆效的话 就会推荐是这个这款无瑕的这种粉饼 那同样的我们来打分的话 从光泽感这个角度打分 同样是五分的话 那水粉霜它可以到四到五分 然后那粉饼的话呢 它的得分我觉得就是可以是一分吧 就是它并没有非常好的这个光泽 使用你配套后续的这种肉散粉啊 或者是高光啊 这样才能起到这样的效果 看一下它的这个毛孔 写毛孔这个角度 我们来看一下 我会感觉就是在上这边脸的时候呢 就是一样的就是水粉霜 它的遮瑕能力很差 然后它也不会写毛孔 它只是能够就和那种妆前乳一样的 就稍微的修饰一下你的这一半眼里 然后粉饼的话呢 它是真的可以遮掉毛孔的 粉铺就是一压之后呢 它的这个毛孔就已经被遮盖掉了 所以从毛孔的一个遮盖度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就是水粉霜这边的话 它可以给到两分 但是粉饼这边我觉得可以给到五分 就是可以给到满分 我们再看一下保湿力 保湿力的话呢 我会觉得因为这边是80%都是含水的 所以它的这个滋润的一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非常推荐的是在比如说秋冬季 就是非常干燥的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的皮肤是比较缺水的状态下 就是水粉霜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然后粉饼的话就会有可能会有一些 肌粉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些情况 如果你的皮肤是脱皮那种很干燥的情况下 所以如果是从保湿力角度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水粉霜一定是胜出的 那它可以达到四分到五分 然后粉饼的话 我觉得它可以就是在两分左右 持久力控油力以及暗沉这一部分的话呢 我可能就是会在 嗯 带妆八个小时左右 我们再可以再来就是看一下哪边会胜出 嗨 水粉霜这边上的是粉底 那我们从刚才还没有测评到的持久力来讲的话 那发现两边其实都没有发生就是脱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主要也是因为可能后面我都有上了一层散粉 就是定妆散粉 然后所以它两边都没有出现有脱妆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是从持久力这个角度来打分的话 我会给到水粉霜和粉饼的话同样的分数 就是我觉得都可以到非常好的一个分数 就是五分 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它的一个控油的一个效果 呃 如果是近一点看的话 其实两边都没有出现任何出油的状况 嗯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呃 虽然是水粉霜它的这个光泽感会更好 但是它也没有就是出现出油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它还是保持一种很水润的状态 但是它并没有是说 会让你的皮肤看上去是那种油油的状态 那相比较而言的话 我会觉得就是控油来讲的话 粉病的话 它的效果会要比呃 水粉霜稍微高一点 所以我会给到它们分别是四分和五分这样子 嗯 最后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两边的一个暗沉 就是可能一天 就是尤其是通勤的话 你一天从早上到下午可能八小时左右的时间 那呃 我的感觉是就是说这两边都没有出现暗沉 就是呃 都还是保持着就是我一开始上这个效果 甚至就是因为时间很长之后的话 它的这个呃 尤其是像粉柄的那个粉 它有和这个肌肤更有一些融合之后呢 它的这个呃 雾面的那个妆感是效果是会比刚上上去要更好的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呃 都是属于那种呃 时间越久然后越晚呃 它的那个效 妆效越自然越越漂亮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如果是非要来打分的话呢 我会觉得这两边呃 其实我我觉得都是一样了 我会觉得给他们两边这个这个暗沉这块的话 呃都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 都是效果非常好的 那前面讲了这么多呃 呃可能大家也不要晕呼 因为我的这个指数还是比较多的 我会把它呃也放在就是放在这个视频的旁边 呃另外的话呢就是总结一下 这两款就是明星产品水粉霜和粉柄呃 呃我觉得如果是要选购的话呃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人柄是可以作为而日常的一个妆容必备的 因为你不管是补妆什么的都是可以去用到 关于水粉霜就是如果你比较年轻 然后肤质状态非常好 其实不管是你是白皮还是其他皮的话 都可以在呃官网上去选到一款 而是和你的肤色相近的那个水粉霜 它的那个遮盖力不会太好 但是它的这个持久力控油力 然后包括光泽感保湿力都是非常好的 呃尤其是适用于就是秋冬的时候 或者是想打造那种透明的裸妆的那个效果 是非常推荐的呃好关于粉柄的话呢 呃我会觉得就是它是它的遮瑕力持久力控油力 然后呃包括毛孔的遮盖力保呃 以及就是呃暗沉那些状况 这几项指标的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呃我觉得就是它是一款可以日常去 呃必备的这样的一款 底妆就是平时就是你没有带任何其他的底妆产品 就是一块粉柄的话 你可以同时用来作为底妆加补妆来用 呃我觉得它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而且不愧是makeup forever的一个 就是超明星的一个产品 去打造一个非常时尚和呃就是贵气一点的这个妆容的话 我非常推荐这样一款粉底 最后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底妆的话呢 上在每个人的皮肤肤质 这个状态下的效果是不太一样的 我这里的一个评测和对比 以及我的一个判断仅限于 在我个人的皮肤上的一个效果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评价 让建议如果你要选购的话 你就可以去到妆柜去分别两边脸上去上不同的这个底妆 然后来对比一下看你更适合或更喜欢哪一种妆 什么样的一些想法的话都可以在下方去留言告诉我 OK如果你喜欢这视频请帮我点赞一键三连 拜拜下期再见拜拜